新中国成立后,祖国各地的发展也是欣欣相容,毛主席经常乘坐火车去前往各地视察工作,毛主席的安保工作也是井井有条,但在1955年6月,一次去往浙江调研的行程中,毛主席乘坐的列车却遭到了袭击。 究竟是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主席的专利?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身份?在有关方面下令调查清楚凶手后,现在此次事件中丧命的主席为何又要替他求情?他背后的势力究竟是谁?竟然让毛主席都要对其动侧隐之心,而在加强安保的情况下,这个人是通过什么办法袭击了毛主席的专利呢? 这一切都是怎么一回事?请大家跟随小编一起重温历史,一起揭开此次事件的层层迷雾与真相吧。 新中国成立后,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主席,经常要出行到全国各地考察工作,但是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一样的是,毛主席出行偏爱火车,不太愿意乘坐飞机。 这是因为火车虽然慢一点,但是一路上却能更领略烟头的风光,体会不一样的感觉。 然而火车行驶也是很平稳的,并没有最初很颠簸的样子。 所以,火车上反而能一边欣赏风景,一边思考事情。 在火车上,为了方便毛主席工作,还将车厢内的桌椅进行了一点改动。 不仅方便了办公,也可以用来接见来宾。 1955年6月,毛主席要到浙江进行实地调研,这次也是乘坐了火车。 在18号晚上,由于毛主席提前完成了手上的工作,为了不浪费时间,原定于晚7点半出发的火车提前20分钟出发。 随着火车渐渐驶离站台,工作人员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忙碌。 当时的中国和苏联交好,所以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也在火车上。 毛主席和他在车厢内会谈,一切都很平静,如同往常的出行一样,但是有一个人的心里却有着淡淡的不安。 由于这次的火车提前出发,负责主席安保工作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更加小心,他让部下加强警戒。 自己就在主席隔壁的车厢准备,这并不是王芳个人的启人忧天,而是因为毛主席的安危事关重大,不能掉以轻心。 而且当时还有反共分子活动,之前主席就遭遇过袭击,所以他才会这么谨慎。 王芳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周围的动静时,突然听到附近的车厢玻璃砰的一声,王芳吓了一条,立马前去确认主席的安危。 确认主席没有遇到伤害后,就在车厢内进行搜查。 很快就在车厢玻璃上,发现了一个拇指大小的破洞。 车厢玻璃出现了碎裂,王芳吓出了一身冷汗。 如果这个破洞出现在毛主席的车厢,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 当即确定这是歹徒试图袭击毛主席,他来不及袭袭查探,就返回包厢向毛主席报告。 但是毛主席听完并没有慌乱,而是让他加强警戒,调查清楚后再说。 主席临危不乱的情绪也感染到了王芳。 他勉强压下心中的紧张,静静等待火车,顺利到达该季县火车站。 到站后王芳没有耽搁,急匆匆地给自己的老搭档,公安厅副厅长的吕建光打电话。 吕建光知道主席遇袭后也很紧张。 王芳向吕建光说,此事性质严重,一定要追究到底,抓住凶手。 你赶紧安排下去,必须在24小时内将犯人抓住。 吕建光接到命令后,立马给萧山县公安局局长,潘振夺去了电话。 为了保密主席的行程,他并没有在电话中说明毛主席的身份。 但潘振夺知道,火车上的人身份肯定不简单。 这让潘振夺感到有些恼怒,自己的辖区出了问题,要是追究下来怎么办? 于是几乎将整个局里的人都派出去调查,只留了几个人在公安局。 由于主席受到袭击,实在非同小可,王芳还将此事报告给了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。 他对此事也是万分重视。 立刻动身前往,许建国到了车上调查时,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 因为许建国是亲身经历过枪连弹雨的,所以对子弹造成的缺口也很了解。 玻璃上的洞口并不像子弹打上去的,反而像是小石子之类的硬物造成的。 不得不说,能做到公安部副部长。 许建国的能力也是十分优秀的,直到这个判断后的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 搜查凶手也不再限于24小时了。 根据事发的时间以及地点,警方很快把目标锁定在了一个叫做曹家桥的村子,村里的人表现出了可疑的举动。 加大搜查力多后的他们快速锁定了嫌疑人。 这是一个叫曹文生的贫农,经过询问他只承认看到了火车,其他的就怎么也不肯说了。 曹文生的胆子很小,只会简单的点头摇头。 潘振夺知道后亲自审问,但考虑到曹文生胆小的性格,他放缓了语气,很真诚地告诉曹文生,他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,而且他上有老下有小,坦诚交代事情的始末才能早点回家。 在潘振夺的安抚下,曹文生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 原来当天晚上,曹文生在和村民在闲聊的时候,看到迎面驶来的火车,他也是第一次看见火车,感到很新奇。 正好手里在玩着一个小石头,并把石头丢向了火车。 并且在询问村里的人之后,确认了曹文生所说事情熟悉。 毛主席专列遇袭事件终于真相打败。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,但这确实是一个乌龙事件。 由于曹文生并没有恶意,这一切也只是巧合。 潘振夺也不知道怎么处置曹文生才合理,于是层层上报,请求致使。 最后这件事由许建国告知了毛主席。 但在询问曹文生的处理方法时,毛主席却说他只是一个农民,没见过火车,感到好奇也是很正常的,又不是歹徒去谋杀。 要我说,干脆就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了。 但是许建国去向毛主席说,他这是破坏交通安全罪,如果不处置的话,没有办法起到警示作用。 毛主席还是笑着跟许建国说,他这不是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吗? 教一教育就可以了,可以当个典型嘛。 在毛主席的求情下,许建国也就没有继续坚持曹文生的破坏交通安全罪。 但是在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中,我们不难看出,毛主席有着怎样宽广的雄警,是真正把人民放在了心里。 对比同时期的蒋介石这样的大独裁者,人民会选择追随毛主席这位伟大的领袖也是情理之中了。 但是作为警示他人,最终曹文生被判刑三年,还妻执行。 这件事最后传播开后,确实也起到了警示作用。 一时之间,对火车、抛制、石头等鹰鹉的现象少了很多。 但负责毛主席安全人员并没有放松警惕,而是继续加强警戒。 在毛主席乘坐专列出行的时候,在铁轨县的旁边,每隔一公里就安排一名警卫,来保障主席的安全。 现在的交通越来越发达,我们日常出行的选择也越来越多。 但是无论是车内向车外,还是车外向车内,随意投掷都是不对的,随时可能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安全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,曹文生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伟人的度量。 毛主席对于曹文生的所谓冒犯,并没有大发雷霆,而是笑着原谅了。 估计曹文生也想不到,他最后能走出监狱,是毛主席为他求的情吧。 也许只有这样的毛主席,这样出色的个人魅力,才是令我们敬佩的原因吧。 不知各位看官此刻心中有何感想,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 感谢您的支持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